全港的廉宵市場今天開始開放 其中以維園廉宵市場的規模最大 同事陳淑麗現在就在維園 陳淑麗,現在維園多不多人? 是的,姚健民 其實今年24時間上早 所以其實今日來行花市的市民 都不是太多 不過可能入夜之後 越來越多人 其實適逢接下來就是狗年 其實今年不少當他買的東西 都以狗年為主題 好像一些狗的公仔、鎚仔 其實經濟好轉 我們跟一些當主談過 他們都說有信心今年可以賺到錢 亦有花籠專程由遼寧來到香港擺檔 他們都說有信心可以將所有貨全部賣出 維園這個最大的年宵市場 今天正式投入運作 不少當攤都做最後準備 九年快到 不少當攤買的乾貨品 除了好兒投資外 亦都以狗為主題 68元就可以牽著一隻牧羊狗回家 我們就把一個輕氣球拿著去玩 但因為輕氣球每一年都會飛走了 但我們就可以令到一些輕氣球 又不會飛走 這樣就是我們可以牽著來玩的 經濟好轉 市民都說八年貨時會交去年鬆手 在外面的市場 喝茶或在逛街買衣服 都應該好很多了 你自己會不會鬆手一點 會 會鬆手一點 貴的都無所謂 為甚麼呢 小孩都給多一點錢 就開心一點 至於在失貨市場 除了有傳統的桃花 水仙和連吉售賣之外 亦都有花農專程由遼寧到港 花農說這些迷你杜鵑花 是花了十年時間培育出來的 在內地已經拿到金花獎 價錢由百多元到接近兩萬元 希望將新品種帶給香港人 一萬九千八 團團圓圓 還有一盆百年和好 那十四年了 一萬五千八 我這個品種三年才培育出來 才剛剛上市 今年就是首次到香港來 去年我們來的時候 香港市民要是說三四百塊錢就可以 但是我們今年把價位定到最低一百八 讓香港市民接收 他又說帶來的百多萬貨 有信心會全部賣光 其實今天天氣都比較涼 現在來行花市的市民都越來越多 維園這個年宵市場 就會由今天開始運作到年二十九萬 在這裏報導這麼多 急回給張維持